花友梅花要搁屁了,是一个长臭梅 寄给我,让我帮他救一下 好了,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就给他救什么花 先做开箱啊,看一下描情 好多花友喜欢养梅花,它总也养着 我也就纳闷 我开梅花这开了第好几个了吧 三个 三十个 你知道吗小辉 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挺火的 拍了好多视频哈 我认为他们都应该都能看到 其实都是我自己想的 人家说老看我视频也就给我面子就完了啊 根本就不看了 闻到味道了吗 喂 你没闻到吗 开箱我就闻到有点 发霉的味道 这也是个小朋友 没必要啊 还带了池气过来 真没啥 上面都死了 这就水大 天天浇了这个花儿 还泼了一层水牌在上面 这花儿就天天浇水天天浇水天天喷水天天喷水 天天喷水 还没完没了地浇 天天没完没了地浇 天天没完没了地浇 水大都上面都发黑了 现在老花一能做的就是 给你重新清理清理重新倒倒菲儿重新种种 别的没种 你看下面根都是黑的 一点新根都没长 花儿没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他们的一个认知范围之内 就是那种水越多长得越好不是的 这个花盆我给它洗洗 再用它这个花盆也可以 这个时期就要用到纯火炭盐了 是纯颗粒土 不一定能救火啊 只是近人事全天命 这个时候呢 我给它加入的是纯的火炭盐 您可以用沙子 如果花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了 可以用沙子 好了 话不多说 直接加 没有办法 这位花友 现在此时此刻 就是让它醒根啊 没有别的高装 我还也没别的高装 能做的就这样 就加入颗粒让它透气 就像这个花友的这个瑞香一样 这个花友的这个瑞香也是 前段时间也是要嗝屁了 要嗝屁了之后呢 我就用了纯火炭盐 让它醒一醒 对吧 现在也是有复苏的一个记性 能做的就是近人事 听天命 好浓重的味道 你知道我有多希望这个能完全复苏吗 复苏以后太好看了 它这个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咱们就用这个喷壶 给它好复的喷一点 没有办法 这个时期用什么都不吸收 这话说 你也不用生根叶了 这回用了生根叶 这个土里面 它也吸收不了 全是成火山盐了 可以把剩余的这些药液往里面喷一喷 这个要经常去喷水了 别的没啥了 放到一个光照 还算一般的地方就行了 可以晒太阳 但是不要强谋冒晒 好了 没办法 花友 你这个真没办法 要再早来一段时间 好好给你叨叨这个事就好了 像话 我们一定要理解 花并不是你浇的水越多 湿的水越多 长得就越好 一定要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别的没啥 想要寄养的测跑时间 我们后台就行了 不太多花衣 然后就这样 下期再见 回家门 拜拜